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哄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 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 静下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 反望暴 好 今节 我们 来讲一讲欧盟 第三大经济体 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 刚刚有份报告 亦都 不是那么英俊 原来 意大利有 接近200万个家庭 是处于 绝对 贫穷状态 没办法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的能源危机 和 这么厉害的 通胀 所以 民间 已经 呼吁政府 对 相关的家庭 的支持措施 要继续 减少收入不公平的 措施 而且要做多些 什么是 绝对 贫穷呢 原来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是有定义的 绝对贫穷的定义在意大利是什么呢 就是没办法负担最低生活费用的家庭 最低生活费用的计算 是依照 家庭成员年龄 居住地地理分布 和居住城市 是类型 而定 在意大利 接近200万个家庭 是处于 绝对 贫穷状态 社会 和经济 不平等的现象 越来越严重 相对于2005年 到 去年 其实十几年 的时间里面 尤其是去年 这个好战争 意大利有段时间 都是为了 欠这个能源 花很多钱 为什么意大利的政治 这么撕裂呢 你知道现在这个 梅诺 是一个妥协出来的结果 因为之前 的 意大利总理 德拉吉 就 在一个 他就说 在一个分裂 所以他就不做 没有人支持他 不是没有人支持他 是他觉得要支持他 没有支持他 所以他就 不做了 都很心痛 原来 截止到去年 十几年 绝对 贫穷家庭的 总数 占 这个 总家庭的比例 是高了很多 多了一倍以上 绝对 贫穷家庭 的数目 在什么时候 开始 出现呢 原来 就是2020年 为什么呢 大流行 其实 我都说我们乡下子 经常觉得 大流行人家赚了百多亿 人家赚了千多亿 但是对于那些 贫穷家庭来说 他们更加大事 虽然 这些国家是有帮助的 是对这些贫穷家庭有帮助的 但是始终 你长贫难顾 还有 本来已经是处于弱势的 你帮 帮不了多少 因为你的基础 比较差 2021年 就稳定 但是 到了去年 历史新高 绝对 贫穷状态 影响了 都挺厉害 大概 是196万的意大利家庭 佔他们总家庭数的 7.5% 还有个人有多少呢 个人 就是 9.4%的个人 差不多 10 受到 通胀的影响 意大利 家庭的 购买力 现在被严重腐蝕 之前 意大利的油价 我们也有很多网友意大利 真是俄乌战争之前 挺好的 后来就很大事了 当然 在大流行之后 再加上现在的 能源危机 物价飞涨 其实意大利在过去30多年 未试过这么高通胀 所以令到很多人担心 通货膨胀的冲击已经导致 超过600万名员工 实质是工资是暴跌 不是跌是暴跌 政府是 没有 阻止 这种 非典型工作状态 令到 几百万的 雇员 陷入不稳定的就业形势 在 收入 不平等的基础上 意大利政府的应对措施是不足的 正收入不平等 就令到意大利成为欧盟 这个 排名 当中 就是 车尾那批 政府在相关的家庭 支持措施上 需要继续 另外 是需要对 最 贫困的家庭提供更多的帮助 才对 我就觉得是这样 但是 亦都很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 长篇难辜 另外 原来 洛斯会 亦都在 瑞士的 达玉斯论坛 是有个提议 他们提议什么呢 就是提高负人税 希望亿万富豪的资产和人数都减缽 这件事我就觉得有点幼稚了 你觉得行不行 你提高税收就可以 令到他们的 钱少了和 亿万富豪的人数少了 你就觉得这样就很简单 公平一些 他们会有方法 规避了这些 是的 是的 有钱的人 统路好多的 他们在达玉斯论坛 当然这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 就说 应该透过更高的税率和其他政策 令到亿万富翁 人数 在2030年前减半 实现一个更平等的世界 如果你这样 不如求一下亿万富翁 捐多些钱 更实际 剩下7年 你将全球亿万富翁减半 有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达玉斯论坛当然是为期一周 洛斯会就有份报告叫做顶级富豪 持续存在 就说 亿万富翁的资产在过去十年是增倍的 最富裕阶层 的百分之一人赚取的财富是 底层百分之五十人的74倍 这个是现实来的 尤其是大流行和欧欧战争之后 导致生活 成本急增 欧欧战争亦都令到粮食和能源价格飞升 而有钱人 在这些危机当中 是变得更加有钱 洛斯会亦都说 自从2020年 亿万富翁的资产每日都 增加 全亿万富翁每日都增加27亿美金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速度 就比全球至少17亿的劳工的 薪水 通胀比薪水升得快 他们也提到粮食和能源危机 令到 很多的大宗商品买卖和生产的企业 获利是翻了一倍多 希望调整税率 就可以 佔尽式地重新分配财富 减少极端不平衡 减少最有钱的那批 代不代表这个社会真是公平 或者 能否做到理想要的效果 以前年轻时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你这样听 好像有些民粹感觉 会不会 太理想主义了 是有民粹感觉 如果他真的透过自己努力 赚很多钱 你是不是肯定减低他的收入 你可以调整这个税收 但是对于很多 西方发达国家来说 其实有钱人的税收 都不低了 当然他们赚的钱更加多 有些手段的 就好像 刚才他说的大宗商品 巨企 比如是能源巨企 是征收报理税 这件事是可以的 你说硬硬地 一定要几年几年 将亿万富豪减半 将他们的资产减半 更加公平 究竟这样会更加公平呢 亿万富豪可以有很多子女 你将他的 钱分开几个子女 其实他整个家族都在控制那些钱 对吧 对 对 我们说回意大利 虽然是个小国家 子国土面積 不过 他们也是欧盟第四大经济体 欧洲 第 不好意思 欧盟第三大经济体 欧洲第四大经济体 因为现在 英国脱欧 当然 意大利的经济实力 也是强的 也是强的 说回疫情之前 其实他们的GDP有得 1.9万亿 美金 占全球比例的2.2% 在世界上 就可以排第八 如果放在发达国家当中 也算不错 我们来看看 意大利 最厉害的是什么 是 工业 工业 很多人觉得意大利最厉害是什么 足球 还有什么 巴马神火腿 还有 漂亮的衣服 车刺品牌 车刺品牌也很大 其实 意大利的工业水平其实很强 比如航空航天领域 意大利 就有着 这个 比亚乔航空工业 亦都有 亚古斯塔公司 还有 是 具备 运输机 直升机 甚至战斗机 等等各种 飞机的设计 制造能力 更加值得一提 就是意大利还有一个 可以发射卫星的 亚维奥公司 这家公司的 航天 运载火箭技术 其实在业内 都不错的口碑 这个英国都没做到的 你要知道 比喻这个 积累星系列的运载火箭 就是出自他们的 手笔 要知道 现在 当今世界能够製造航天器的国家 不是很多 意大利就是其中一个 都是足够说明他们的工业实力 总的来说 其实 意大利的工业水平 是相当高 算是一个工业强国 无论是科技水平 还是产业规模 其实都是不错的 不过 意大利之前 经济形势 一般 好像2009年 欧债 危机之后 意大利 发展呈现 一段时间 低迷 有些企业关闭 有些人失业 在 这样的状态之下 意大利 又很幸运 原来 他 不是很差 上年的经济也不是很差 看看 最新的数据 其实 意大利央行 亦 看到一件事 当地 企业 他们做的民意调查 看到当地企业 预期未年一年的通胀 依然会在高位 但是 他们 最新的数据亦显示 他们 这个 工业 生产 是 下降了0.3% 当然下降很好吗 但跟其他的 国家比 不算很差 他们 亦都在 之前经济稍有起息 当然 工业强角 所以也有点底 但是意大利最大事的是什么 就是 旅游业还未完完全全好 他们 回落来都说过的 希望快快速速 当然 虽然欧盟的国家 对于新冠来说 当是没事的 但是 旅游业 都是 需要 复苏 意大利的 喂 意大利的 文化古城 那些很多 旅游业是意大利的 支柱产业之一 当然 他们亦都很希望 其他国家的人 快点回意大利 好像 估不到 意大利很早就说要对中国旅客 有些 疫情防控措施 你记得吗 他们很早提出来的 不过 我们经常说的 其实业者和政府 的想法是真的不同的 好像 意大利的媒体就访问了一些来自拿波里 或者是拿不勒斯 来自拿波里 当然拿波里是一个很出名的 港口城市 他们 有一个人就很出名的名字 在当当的全世界 在那里 亦都是留下了不留的 成绩的这个人就叫马勒当拿 拿波里就是他以前效力的球队 现在 我都不知道 原来拿波里的主场以前的圣保罗球场 现在叫马勒当拿球场 这个拿波里 是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的 当然 现在随着 这个 中国 是 出入境政策调整 其实 他们的业者就希望中国旅客 快点回来 他们就说在疫情之前 中国市场业务 很厉害 就佔拿波里的旅客也挺多的 好像一间在 拿波里经营着 旅游企业的 阿哥说他的名字很好听 叫法拉里 法拉里 阿哥说其实他们业务 之前有七八成都来自中国旅客 希望 快快脆脆 更加多中国旅客 回来 虽然 意大利是对中国旅客 实施了一些防控措施 但是希望这些措施快快脆脆的过去 看看 意大利为什么说他的旅游业那么大事 因为现在 还未恢复元气 在 疫情之前 其实意大利 可以这么说 在欧洲 那么多个国家旅游业来说 算是领先那几个国家 尤其是很多中国人很喜欢去意大利 因为可以买买买 这些东西 不是很多国家做到的 在欧洲 就法国和意大利做到 其实英国有巴巴里的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说的数量来说 和意大利和法国 都是 有点差距 疫情爆发之前 原来意大利总共是 接待 536万 人次的中国旅客 成为当年中国旅客到访最多的国家之一 也希望 现在 当然现在疫情当然是还有 希望快快脆脆过去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